这一栋坐落在巴黎的建筑物是法国第一间合法吸毒室 虽然如此这里并不是吸毒者能够肆无忌惮吸食毒品的天堂 来到这里的吸毒者除了必须是成年人之外 同时必须在专业人员的监督下解决毒瘾 而且还要接受治疗 这个和主流反毒概念大相径庭的政策 主要是确保吸毒者不会吸食过量的毒品 或是共用不卫生的针统而感染疾病 在法国有50万人吸食海洛因 150万人吸食可卡因 而每10个吸毒者当中就有一人是艾滋病的患者 4人中则有一人是吸型肝炎病毒的携带者 法国卫生部长图雷纳认为 标签吸毒者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而这项合法吸毒措施 则是有效管理毒品泛滥问题的里程碑 其实早在30年前 瑞士政府已经开设全球第一家 政府监管的合法吸毒室 德国 荷兰 丹麦和西班牙 欧洲国家随后也加入行列 希望借此有效的管理毒品问题 不过这样具争议性的举措 也遭到部分人的反对 认为这将重容吸毒者沉迷毒害 是丹麦的 剪斗